有孩子就是他叫分析一把 我说你得不到他一个总心 都根本都不联系 我们就死就是做了一干二军 一点都没联系 什么的大哥 就许你天天妈妈疼姐姐爱 不许人家有个孩子 听你的意思 最好能找个黄花大闺女呗 又没前夫又没孩子的 你的生活是不是就圆满了 今天来相亲的王大哥 年龄整五十 月入三千两百 瞧瞧这烧气的花衬衫一穿 我可是整条街上最亮的宅 王大哥自己有140平的大房子 为了更好地得到爸妈和单身姐姐的照顾 娘啥都居住到了姐姐家 人家家以前可是干部家庭 为啥姐姐也担着呢 那时候吧 我们全家一家都是干的 这就明白了 市面上实在没有和我们能相配的 不如就担着也挺好 说到为啥35岁才找到满意的对象 大哥当年的自信又爆棚了 吃完银跳舞我跳银 你反正我 跳的是啥子 我有个标识 本人稳定工作 父母有老婆 因为我要求别人我这个打扫了 好不容易想中一个 结婚前一天却被女方的情人截了火 你说气人不 我俩有一腿了就告你 直接就直接就告你 就打得我帮我实际了 家人们看出相亲节目的精彩 除了能给你带来快乐 时不时的还能整送一段影视剧里的玛丽书剧情 就问你值不值 要不说王大哥你是多大能撑传 绝对是个不简单的影物呢 只要自己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虽然脑袋上清草悠悠了 可人家是警察是假呀 就冲着条件合适 不如大家都把以前的事忘了 咱俩就结婚吧 言尔离离圆上草 碎碎不枯勇啊 王大哥眼无可隐了 堂堂妻子男儿岂能被你随意拿捏 紧接着王大哥马不停停又找了新媳妇 结婚结了多少年 八年 您说了两年之内要是不怀孕 就是不孕不孕之 他就是妇科病 三四五六七八年过去了 一直省不出个孩子来 得了 结束 这次在相亲 王大哥可是相当谨慎了 最好 就是没处的 俩人还不 走正前不还是好一点 红娘一听有了谱 眼前这位快餐大姐 不就正合适吗 方黎五十 月入三千六百元 条件呢是都符合 为啥要教他快餐大姐呢 看见没 前大姐的生活那也是相当随性了 前一段婚姻 大姐也是在蜜罐罐里放肥自我 托个那家庭条件可好了 我托认那丈夫是站铁路的呀 我那阵材可以这么说吧 你条件凭我好 我就要过个幸福的日 我上下班啊 完了上班回家 都老太太做好饭了 家里的生活我都不管呢 你家里的生活不喜欢掏钱 我一分钱呢 羊耳飞得越高 帅得越惨 我对老公如初恋 老公约我千百遍 他过生儿 我说妈呀 我说那你就做点饭 我给他送去吧 就在车上 看着他俩 他们的秤务员 就一饭盒饭 就全部扔在他俩身上 看他红娘给找的这俩 般配不般配 都是经历过春天的瘾 会擦厨点啥火花不 音乐还可以 这人还喜欢你 我喜欢的 挺长的 符合我的要求 看大哥和大姐的 这眼神里 那都是爱的小星星 红娘还高兴着 今天又能提早下班了 王大哥这又起范了 离婚多长时间 我的二十多年 那你没有 没有那个 有个大孩 在他爸 有孩子就是他要分析一半 我说得不到他一个总细 他毕竟就是哪怕他不联系 他有一天会找到他妈 大哥这再犹豫是有多巧 你都五十多了 你妈不是也放心不下你吗 怎么人家 你有个孩子就不行了呢 我根本都不联系 我们就是做了一干二斤 一点都没联系 你做饭什么的 我也不在家吃 那不在家吃 那怎么没在家吃 那啥一批呢 我不会做饭 就是就是什么的 就是什么的 那你那你以为要是消费的话 那一天也不少钱 一天就是三十天 三十天早上 听着田大姐光吃饭 就要花这么多钱 王大哥头上是直冒冷汗 哎呀妈呀 这样的媳妇娶回家 又不会做饭 又要花钱的 这不是养了个姑奶奶吗 看着大哥的表现 田大姐心里也凉半截 我也没花你钱 你咋管得这么宽呢 王大哥开门介绍 所以我对做饭那个 我挺我挺看重 在于对你的资云 我还是差了这两块 尊求人的一家 行就行不行就搞 各位不会做饭的小姐姐们 赶紧消息起来吧 现实很生动的告诉我们 不会做饭 找对象都费劲 大哥呀 我也给你理理 这不这么个事 你要找的媳妇 必须要把你当做小宝贝 你挣的钱是你 他挣的钱也必须有你一半 达不到要求 就配不上你这干部 家庭出生的眼睛 你这多少有点想要飞飞了 好了 完解 傻话 咱们下期见